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çalış 這樣子的積水也太嚴重了 我們看一下下面 11月1號開始任何有漏水問題都必須要開罰 所以我想這是市政府必須負起的責任 我認為開罰是一個手段 確實最重要的問題還是要把漏水問題 對外說清楚講明白 那我覺得不要去亂扯 也不要去針對議會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 沒有任何的一個積極的回應 我覺得那個才是 遠雄現在最大的問題 一個台北市政府 可以當到讓一個遠雄 可以與屈與求 而且完全不會在意 台北市政府任何的訴求 這是讓我們非常非常 覺得很訝異 也非常生氣的地方 今天是BOT案 沒有錯 經營的部分由遠雄自行去負責 但是畢竟我們是監督單位 土地是台北市政府的 我們只是BOT案 所有的經營管理 就是必須要符合這個市民的期待 符合全國人民的期待 你應該有一個社會責任 那其實呢 這個叫做棒球場 不是演唱會的場合 棒球場當然是以棒球為主 這個毫無質疑的 我認為說他們要有商業行為 我們予以尊重 畢竟它是一個BOT案 可是呢 棒球場就是要回歸到棒球啊 當然是以場次為主嘛 其他的時候才是讓你在 經營其他商業行為 可是我認為說遠雄現在 自義萬為的態度 非常非常的囂張跟惡劣 所以在這邊我們要提出 嚴正的一個抗議 今天呢 台北市政也不是塑膠做的啦 我認為說台北市民 也不是塑膠做的 今天BOT案給你應該有的 這些商業活動 包括百貨 包括商辦 包括所謂的這個影城 都是讓你可以拿到 最好的一個商業的活動 然後補助這個 彌補這個所謂的商業的經營 但是呢 我認為說大巨蛋就是一個棒球場 希望它回歸棒球的理念跟精神 你遠雄在蓋這個 拿這個BOT案 你不是因為想要蓋一個 讓台灣可以有一個 國際能監督的一個棒球場嗎 那當然是回歸到棒球使用啦 我看了一下嗎 第三個 已經有太球水灘了 看延續到這裡也是 還有 這裡也是 大片面積的肉水 整排 整排都在 來 再往下 這裡 一樣 你看 這個 到這裡 來 我從那邊走過了 來 我們整排椅子的後面的地上 全都是 有沒有聽到水聲 好 再來 這也太嚴重了吧 這樣子的積水也太嚴重了 我們看一下下面 好 再往下 下面這裡是 看這裡 幾乎一整面 的這個 座位區 全部都是積水跟漏水 有關大巨蛋的漏水 是否是限期遠雄 應該要於10月31號改善 那 10月31號現在已經到了 那我們之後也會來去做一個確認 如果它的漏水性未改善 我們會依照合約 這個來針對遠雄漏水未改善的部分 進行罰款 每天10萬 最高可以罰300萬 那是否會 如果現在發現是漏水的話 是否會進行回溯 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會依照相關的規定 該回溯的我們就回溯 就是依照合約來辦理 同時要求遠雄 因盡速的改善漏水的狀況 目前考察的重點是哪些 其實就針對這個漏水的問題 其實一直都沒有辦法解決 然後呢 我們認為說漏水問題是一個 現在目前為止 最大需要處理的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遠雄一直對外 都不好好說清楚 所以呢 我們就到現場 那今天因為是公務委員會的考察 那其實事實上 有很多委員 提出這樣子的一個意見 希望到大巨蛋來了解一下 到底漏水問題是什麼樣 那我們也要求計師一起陪同 來去勘驗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不希望說接下來 很多的大的一些活動 包括現在棒球 又繼續在很多的賽事一直在比 然後球迷他沒有辦法好好的 專心的看球 那接下來又有周杰仁演唱會 再加上阿妹的演唱會 我覺得其實場館是非常重要 這是市政府必須要負起監督的責任 那第二點呢 還有就是分論的問題 跟他們場館經營的問題 因為現在外界很多的質疑 我覺得遠雄都沒有對外說清楚 反而在嗆台北市政府 我覺得這個態度是不應該的 而且非常囂張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 藉這個機會 也讓遠雄來澄清很多的問題 希望大家一起共同面對 一起共同解決 因為原本是預計 十一月一號開始 一天開發十萬 但因為好像目前都還沒有看到肉水 所以你們如果等一下看到 有肉水的話 會立刻督促北市府回座開始開發嗎 當然一定要開發啦 十一月一號開始 任何有肉水的問題都必須要開發 所以我想這是市政府必須負起的責任 然後我認為開發是一個手段 其實最重要的問題 還是要把肉水問題 對外說清楚講明白 那我覺得不要去亂扯 也不要去針對議會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 沒有任何的一個積極的回應 我覺得這個才是 遠雄現在最大的問題 請再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關於這個場次的問題 就是體育局跟遠雄這面 持續在隔空交火 那現在是體育局喊話遠雄要關於體育上關賽事 要打四十場 那現在好像遠雄還沒有正面回應 怎麼看兩邊持續在為場次的問題在互告 這就是我們覺得非常無奈的問題 一個台北市政府 可以當到讓一個遠雄可以語屈語球 而且完全不會在意台北市政府任何的訴求 這是讓我們非常非常覺得很訝異 也非常生氣的地方 今天是BOT案沒有錯 經營的部分由遠雄自行去負責 但是畢竟我們是監督單位 土地是台北市政府的 我們只是BOT案 所有的經營管理就是必須要符合這個市民的期待 符合全國人民的期待 你應該有一個社會責任 那其實這個叫做棒球場 不是演唱會的場合 棒球場當然是以棒球為主 這個毫無質疑的 當然我認為說他們要有商業行為 我們予以尊重 畢竟它是一個BOT案 可是棒球場就是要回歸到棒球 那是以場次為主 其他的時候才是讓你在經營其他商業行為 可是我認為說 遠雄現在自意萬為的態度 非常非常的囂張跟惡劣 所以在這邊我們要提出嚴正的一個抗議 今天台北市政府也不是塑膠做的 我認為說台北市民也不是塑膠做的 今天BOT案給你應該有的這些商業活動 包括百貨 包括商辦 包括所謂的這個影城 都是讓你可以拿到最好的一個商業的活動 然後補助這個彌補這個所謂的商業的經營 但是呢我認為說大巨蛋就是一個棒球場 希望它回歸棒球的理念跟精神 你遠雄在蓋這個拿這個BOT案 你不是因為想要蓋一個 讓台灣可以有一個國際能監督的一個棒球場嗎 那當然是回歸到棒球使用 那可以嗎 目前漏水問題 遠雄會卡在哪邊 因為感覺好像他很多時間以來 包括技術公會都進去看 他一直無法解決 漏水的部分現在是由我們體育局 在督導遠雄這邊要來做具體的改善 那麼大家也知道時間就是十月三十一號 那麼今天我們會進去看 如果今天還有任何狀況 依照市府的立場就是要開發 是回溯嗎 沒有就是從三十一號開始 十一月開始 如果有漏水的話就會開發 那技術公會那邊有跟你們這邊 或是體育局有回報說 他目前的關鍵點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無法解決 這個部分因為是體育局在主導 我們都市發展局針對細節 就比較沒有那麼清楚的掌握 市長跟我們講一下 除了漏水之外 是不是一些逃生的一些動線上也會來看 是我想今天來看主要就是針對議員們 很關心的重點 那麼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逃生避難的相關的規劃 那麼第二個是消防的動線 那麼第三個就是疏散的這個動線 所以我們今天到場的 會有我們的主辦的體育局 然後消防局以及捷運公司 會針對議員關心的這三個議題 來做相關的觀摩跟討論